大家好 欢迎来到公子视频 我是公子沈 从6月份开始 中国南方多地不断的发生洪灾水灾 其中包括广东 广西 安徽 江西 福建等地 受灾群众达到数百万人口 最近这两天大家讨论最多的灾情就是洞庭湖决堤 其实在洞庭湖发生的水灾并不是很严重 但是政府在救灾过程当中的一系列的骚操作 引起来大的非议 比方说最早的时候在没有决堤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发现了 当时如果能够有非常详悖的预案 能够及时处理的话 不至于到后来发生决堤的状况 但是当地政府在出现状况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个水利的专业用语叫做管涌 就是在大低基础的土体当中的部分 比较细利的颗粒被水冲走 这种情况其实有很多的办法可以解决 但是当地政府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操作 导致险情越来越大 直到绝口 而且在绝口刚开始的时候 大概也就十米宽而已 如果及时采取措施的话 也能够来得及补救 比如说把装满大石块的钢筋笼子 给推到水中 这是最有效简单的办法 但是没想到当地政府居然是把卡车 18辆重型卡车推下去来封堵这个绝口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木桩石料 砂石袋 这些辅助物资全都没有 接着当地政府又找了两辆抽砂船 用传输带向扔进卡车的绝口地方 来灌这个细砂子 有文章就讲了 当然这个文章已经被网络全面封砂了 就在指责政府的这个做法是多么不专业 卡车之间有很大的空隙 这个沙子从那么高的地方 流下来到湍急的水流里边 没有快食料和沙石袋的掩护支撑 这些沙子有多少算多少 不都被水冲走了吗 而且把重型卡车推进去 来封堵绝口这个操作 也说明了政府根本没有相关的专业预案 也没有相应的物资储备 而对于湖南的洞庭湖这个地方 经常发生水患的地方 早就应该准备好 这些装满大石头的焊好的钢筋笼子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构建 作为防汛物资储备 但是居然当地政府没有任何的准备 结果从发现管永开始到后面的溃堤 然后从溃堤的10米 然后到100米 甚至到现在的超过200米 几乎看不到任何的专业人士在起作用 直到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 才看到终于运来了5.5万吨石块 而别忘了就在刚刚前几年 当地政府还宣布 花费了85亿元来改善洞庭湖的水利工程 真的不知道这些钱到底花在什么地方了 到今天为止 过了这么多年 不断的水灾不断的治理 连最基本的常识 抗险的基本操作居然都不知道 虽然在防灾救灾问题上做的很不专业 但是对于封杀舆论 把大家的嘴给堵住 这个问题上 他们做的很专业 很到位 现在目前当地的任何的政府职员 都被禁止向媒体透露任何的消息 不允许他们接受任何采访 然后所有的媒体报道 全部以当地政府的官方通稿为准 所以说这么多人受灾 这么多人失踪伤亡 我相信政府不会拿出任何的 有诚意的解决办法 也不可能道歉 问责 或者是改变他们过去的做法 这种情况 未来还会再不断的发生 其实过去这些年的变化 很多人都已经看清了 所以说在这次的水灾的上海 有人就指出说 大家不要去盲目的捐款 在政府号召大家去捐款的时候 很多人站出来泼了一盆冷水 有人就讲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 是平江人 奉劝各位不要捐款 捐款了也到不了老百姓手上 他转发了很多媒体的 要求大家捐款的广告 结果他劝大家不要捐款 有好几百人点赞 而且底下留言 也都纷纷的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甚至有一个企业叫霸王茶几 他们宣布给当地捐款500万人民币 结果没想到他这种所谓宣布捐款 没有得到人民的赞同 甚至很多人说 你既然捐款 那我就抵制你 不买你的产品了 哇 这种情况在中国还是非常罕见的 是吧 我们看 这个评论区 全部都说 以后不买霸王茶几了 这些钱不如提高一下员工的工资 灾后重建 是国家的事 国家大把的钱 各地政府的办公大楼 有多么豪华 对吧 地方搞的债务就几千万 上亿几十亿 这些钱都让他们挥霍了 捐的钱也是给他们浪费 还有说 赚我们的血汗钱 居然拿去捐款 以后我也不买了 这些钱为何不给普通百姓发福利 以后坚决不买 我也不买霸王茶几 500万有400万 进了贪官口袋了 都给自己员工发点工资 比啥都强 如果人货都要捐款 这个社会还有公平正义吗 坚决不买霸王茶几了 全民抵制他 以后都不喝这个茶了 这种奇奇的现象 只有在中国会发生 任何地方发生了这种天灾人货 那么这些企业本身有自己的社会责任 同时也是自己一个企业形象 所以就会去捐款 但是没想到 反而给他们减分了 反而有这么多人 就要抵制这个产品 在网易上 也有帖子说 湖南华融接受社会的捐赠 需要矿泉水面包 请提前对接 避免浪费 结果下面的评论说 都不富裕 自己克服一下吧 兄弟 用着上万的手机还不富裕 也没有余粮了 我们都已经支持了 缅甸跟非洲儿童了 不让他们任何一个孩子没书念 何止没书念 还要提供免费早餐三年呢 骂鸟粪的地方都给了几亿美元 免除了非洲债务 还原建了两栋楼 拜国在中国的留学生的补助 可一分也都不少 从大家的这些留言当中 就可以看得出 人民正在觉醒 正在意识到这个政府 他们的花钱的方式 是不受到人民的赞同 支持和授权的 他咋人们的血汗钱拿出来 去捐赠给其他的一些 群国小国 反而没有去能够提高 中国广大人民的福利 而中国人的大部分的人民 是缺少足够的福利保障的 特别是社会底层 所以大家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政府并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人民 哪怕是一些民主国家 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美国欧洲 其实也有部分人民 也是表示对自己的政府不满 说你怎么把钱拿去支持乌克兰了 支持以色列对吧 你怎么把这个钱拿来支持我们呢 支持防止难民涌入 对吧 这些问题 美国也发生 他们还可是一个民主国家 他们还可以用血票 选择自己的政府 他们都有这样的不满 更何况中国呢 中国的政府又不是他们选出来的 所以说政府做什么事情 他们更表达不满了 他们更有一种无力感了 所以说这种西方国家都有这样的现象 更何况中国 它只会更严重几百倍上千倍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连救灾这个问题上 居然大家都不满意捐款 谁捐款就抵制谁 因为大家看到了 救灾的钱不会落到灾民的手上 而且政府有大把的钱 他并没有去照顾自己的人民 而去拿去干别的了 虽然大家看到了这个 觉得很不满 很不理解 但是没有深层的考虑 为什么 之前我们 其实在节目当中 都讲到很多次了 对吧 因为这个国家的当权呢 他只会考虑这个政权的稳定 或者说他的这个权力宝座 能不能稳固 而不不是普通人民的死活 所以他觉得有必要在国际舞台上 能够证明自己 在中国的执政合法性 所以就需要国际社会上面的 一些国家的支持 那么这些国家支持你中国 为什么 要给钱嘛 只有好处 他才会支持你中国 所以说不管中国经济有多差 人民越来越抱怨连天 他仍然要拿出大笔的资金 来援助非洲 来支持这些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 承认中共作为执政党 在中国的执政 他内部得不到执政的合法性 他就要外部去获得 所以中共的利益 或者当权者 极少数当权的利益 和广大中国人的利益 是越来越脱节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 政府有这样的一个维护稳定的需要 有这个让大家富裕起来 这样的大家对共产党更支持的 这样的一个需要 毕竟之前 积极斗争 和这个内部的政治斗争 已经让大家对共产党非常不满了 已经让这国家濒临崩溃了 所以说他那个时候 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或者是改革开放进行的 一段时间的时候 发现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 能够让这个国家 有翻天覆地的改变 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觉得 政府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 是相同的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 在不断的越来越差 在国际舞台上 也变成了一个和平和秩序的破坏者 内部呢 又不能维持过去的经济高增长 没办法持续给大家带来 一个改变生活的希望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政权的利益 和人民的利益 开始逐渐脱节 这个分叉越来越明显 所以就出现了 现在网络上的这种现象 居然有这么多的民众 他们我相信 有没有真正最 这个基本的自由民主的概念 或者说对西方的好感 或者是对这个共产党的认知 在这些方面 你很难说他们 他们有很深刻的认知 但是他们至少 在自己的个人感受上 已经开始有怀疑了 开始觉得这个政府 是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这只是一个宣传口号 是忽悠人的 比如说在福建省龙岩市 五平县的中赤乡 当地三民就拍下了 他们这个遇到水灾的状况 家里的很多的家具 床垫 这些都被这个洪水冲到马路上 有人就讲了说 昨天央视还有记者来拍照 来讲这个当地的救灾状况 结果他们央视的人一走 立刻当地的救灾工作就停了 然后他就抱怨说 政府做的太过分了 这样的社会 这样的世道 结果这个拍摄影片的视频号 就被全网封杀 这种事情发生这么一两起 可能真正能够觉醒的人 是极少数 他必须是一个现场的亲历者 真正个人利益受到损害 他才开始意识到问题所在 但是这样的人毕竟在中国是少数 但是随着这种灾难越来越多 范围越来越广 受灾的群众 或者是遭到社会主义铁拳打击的群众 的人数越来越多 所以觉醒的人也自然就会越来越多 这种铁拳是不分你我的 不分任何的这个等级的 打到谁身上都有可能 比如说有一个现役的女军人 她就在网上实名举报 说自己家里遭到强拆 甚至她的家人还遭到殴打和绑架 我记得吴京拍战狼2的时候 在一开始就是这个场景 他的战友牺牲掉了 然后家里还在到墙筛 这种事情不是共产党一直在这么做吗 当年国民党在抗日的时候 结果国民党这些士兵家里边 就是家破人亡 为什么共产党来搞脱改了 你在前边杀敌抗日 后面共产党屠杀你的家人 那请问你抗日有什么意义呢 日本人对待你的家人 可能比共产党还好 所以你应该是剿匪 还是应该抗日 你还领不清吗 结果事实也证明了 在满洲 在日据地区 普通人还能够正常生活 包括曾经我的家人 在北京的时候 也经历过日据时期 该怎么生活 还怎么生活 结果共产党夺取天下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多少人头落地 在过去的十年 我相信这种民怨 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 这种程度 已经可以导致 我们上到网上发现 这个网民不再是铺天盖地的 叫好 欢呼 歌颂 而是开始抱怨 挖苦 讽刺 比如说有一个地方政府的媒体 就发布了一个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 主题是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 是一个宣传的视频 为世界 为和平 为人类 为禁锢 众心 守末 光明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项目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梦想 和中国人民的梦想 是同一个 就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个梦想 一定 虽然有一万多人点赞 但是评论却超过十万条 这里面有不少的讽刺 说反话 说我信了 点赞一万 评论十万 不想想为什么 当然也有人开玩笑说 因为以前是点赞百万 评论只有两个 意思是水军点赞 我幸福可以了吗 可不可以把我的电动车还给我 指的是中国某些地方政府 去禁止电动车上街 去抢别人的电动车 甚至网上还有一个影片 是说一个家长带自己的儿子 和小的孩子 要去看病 他发高烧 结果在路口被警察拦截 禁止他骑这个电动车要没收 甚至他说要带孩子去医院 看急诊 都不允许再开这个电动车 就这么不尽人情 现场群众在拍摄的时候 还遭到警察的威胁 所以这个人就讲了 把我的电动车还给我 虽然他可能不是当事人 但是他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还有人说 太幸福了 人均小康生活 也是在讽刺 说我三针都打了 我就当真的听 你永远是一个中国人 我永远都是中国人 这现在已经被大家拿出来调侃 已经开始变成一个骂人的话了 就是说 咒你 就是你生生世世都是中国韭菜 还有人说 不知道为什么 情不自禁的就笑了 金融消费者明天继续消费 他在调侃 上次我们节目讲到的 把投资失败的人 或者是被诈骗的人 说成是消费者 钱花出去了 就消费了 政府才不管你 然后后面说 8块钱一小时的工资 说的好 我为祖国两班倒 怎么又中幻树了 我感觉活不到60了 好幸福天天有饭吃 请看看这些评论吧 我在股市很幸福 感受到了 太幸福了 暑假工都找不到 2490的底薪 12小时两班倒 月薪8000 房贷5500 太幸福了 10万条的留言 没有几条是赞同的 可以就看到 就是中国这些 对人们的洗脑和宣传 经常时不时的会翻车 他如果没有翻车 底下的清一色的 都是支持的 那你可以想象 政府雇佣了多少水军 那么除了这个南方水灾业以外 北方也不好过 在中国东北的沈阳 最近在这个城市的铁锡区 连续不断发生恶性事件 从3月份开始 就一直没有断过 特别是到了7月份 7月2号 4号 5号 6号 几乎每天都发生 一两起的恶性伤人事件 现在有很多人拍摄影片 然后或者是在网上调侃 说铁锡区 这个治安 现在越来越差 沈阳市也在昨天 正式展开了 所谓夏日治安巡查行动 当天铁锡区的街道 两旁停满了警车 甚至警察还到了每个夜场 夜店里边去进行宣讲 要大家维持好社会治安 不要犯法 不要有任何这个暴力行为 甚至有人留言说 铁锡大舞台 抗扎你就来 自由小奉天 刀战每一天 我记得我在讲美国教师 吉林遇习和日本人在这个江苏 遇习的事情的时候 就讲过了 说未来要对外国人动刀子 但是外国人毕竟是少数 而且他们也在不断撤离 所以最后动刀子的对象 还是要落在中国人身上 最后还是中国人倒霉 还是中国人杀中国人 果然我们看到了 就是这几天 接连不断的有人遇害 不断出现这种独狼的张献忠 沈阳如此 其他城市也会陆续上演 我想应该不出五年 中国大地将会出现一片腥风血雨 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苗头了 最后给大家找点乐子 毕竟刚才讲了那么多 让大家心情沉重的话题 中国在上海召开了所谓人工智能大会 很多人说中国的人工智能要超越美国 这是中国唯一的希望 在政治经济外交贸易各方各个层面都一败涂地的时刻 中国唯一能够拿得抽手的就是人工智能 还有什么电动车之类的这些零星的产业 但是这些零星的产业也遭到全球的围堵 并且这些产业的基础是引入西方的技术跟资金 在这两块被断掉之后 他肯定也不好过 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情况 其实都是表面光而已 都是看似非常的好 但实际上要么是偷来的技术 要么他本身自己的技术就是不合格的 只是摆在纸面上看似他投入很多 申请了很多专利 但是在质量面前数量是不堪一击的 我们就看一下在主持人 让中国的所谓人工智能表演的时候 结果这个人工智能变成了人工智障 好 开展我们这一段讨论之前 我们先轻松一下 来看一段表演 不过这一段表演的这个带来者 很特别 是我们今天的一位 我的一个助理主持人 他是青宝 我们来一起来欣赏他这一段的表演 你好 青宝 在的 来一段芭蕾舞 抱歉 你好 青宝 我无法直接表演 我在 跳一段芭蕾舞 抱歉 作为一个机器人 我无法 你好 青宝 但我可以模拟 还有一点羞涩 你好 青宝 你好啊 芭蕾舞 你好 青宝 不管什么人工智能 不智能 不管中国的电动车 是不是能够走出去 在国际市场上畅销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中国内部的政治结构的僵化 已经导致了经济一蹶不振 人民怨声载道 叫苦连天 这个国家只会继续的堕落下去 不管它宣传上 如何投入大量的资金 在宣传上面 如何的去营造一种 东升西降的气氛 这些全部都是假象而已 被我们一眼看穿 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也欢迎加入会员 收看会员专出的影片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论转发 打赏评论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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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评论转发